夏天到好让防晒产品进入销售旺季 担心防晒乳油腻厚重 市面上推出了标榜水感质地 高防晒系数的开架防晒水 做出区隔 夏季天气炎热 太阳紫外线容易伤害皮肤 防晒工作不能少 女性消费者重视防晒 更注重质感 很多消费者就是会比较参考质地 比较水感 比较清爽的防晒下去做考量 以往女性消费者较迷信 专柜的防晒乳效果比较好 开架防晒水强攻市场 效果也不俗 开架已经推出防晒水 那系数也高于SPF50以上 实地用起来都是比较清爽水感 我们实际街头实测 左手涂上开架防晒水 右手涂上专柜产品 消费者感觉就有差别 我比较喜欢左边这边 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清爽 而且感觉它吸收得很快 就连常用专柜防晒品的小姐 也难以分辨 这边是开架的 怎么可能 那你觉得感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这边很清爽 而且不会像这边那么厚重 那么年龄 夏季防晒清爽水感 受女性青睐更颠覆了 消费者以往认为 专柜防晒品比开架产品 来得好的迷思 TVB的新闻 洛恩宏 过来轩 新北市报道 谢谢大家